2018世界花博和2019东亚清澳市台中市盛市 市长林佳龙为此日前出访蒙古 吴布苏省省长巴特赛汉 力邀台中市递结姐妹市 林市长当场允诺 另外林佳龙也拜会蒙古奥会 希望蒙古主办下届东亚清澳的时候 也将清廷和自由车列为竞赛项目 共同来推广 市长佳龙出访蒙古带来台中的特色伴手礼 送给吴布苏省作为界面礼 由于台湾是岛国 蒙古则是内陆国 双方可以复古 文化也可以互相交流 希望未来地结为姐妹市 强化经贸 农业和文化等合作 我们希望台中市与吴布苏省之间 建立一个姐妹市的合作关系 今天有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跟我们台中市的市长林市长见面 我们很期待这一个地结姐妹城市之后 可以促进双方面在经贸农业文化各方面的交流 唐氏将举办2019东亚青年运动会 下一届则由蒙古主办 林嘉隆一行人也来到当地的国家体育馆及体育中心 了解角力代表队训练情况及观看全国杯排球比赛 进行体育交流 林嘉隆说台中与蒙古分别举办第一二届的东亚青澳 因此提出蜻蜓自由车两项运动 期盼未来与蒙古共同推广 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互相学习我们各方的经验 我们现在主要是努力着要一起培养出来 培养蒙古的蜻蜓方面的一些运动员 是双方面所擅长的项目可以彼此来分享经验 这个对于透过体育来建立包括城市之间 以及国家之间更好的友谊 市长林嘉隆三天在蒙古旋风市的参访 兵主相谈盛欢 未来期盼密切合作办好刮驳及东亚青澳 进一步打赏台中在国际的知名度 接下来秋风蒙古采访报导